明月几时有八九问晴天 不知天上公确 今夕是何年 孩子们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们知道吗 中秋节来咯 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辉哥 我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辉哥上夜样 追长儿 陈建兵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月圆花好 合家共团圆 郑立芬意大利 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月圆团圆 跟我一起样圆 天明 天明亚 我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Chase 陈景龙 我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辉哥 月圆人团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你们知道不知道中秋节是什么吗 中秋节对我来说呢 就是吃月饼跟赏月 那偶尔可能会看到两个东西这样飞来飞去 不懂是不是长难的 对我来说 中秋节是我人生最大的日子 所以我的生日就在中秋节 哈哈哈哈 中秋节 天月几时有 八九闻青天 天就想到赏月 赏月就想到月饼 月饼就想到月亮 月亮就想到嫦娥 嫦娥就想到兔子 赏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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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长额分月饼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叫长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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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笑 不好笑 不好意思 我觉得就是全家聚在一起 就是团圆的日子 被跟同学还是邻居到家楼下提灯笼 完颜火 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很喜欢买就是彩色的就是蜡烛 就会那种就这样小根的就是到处摆就摆自己的名字 中秋节啊 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 对不对 因为其实是个很简单啊 就是以前人家什么啊 反经复明的时候啊 他们要抗议他们自己的皇上的时候啊 他们就塞那个字条在月饼里面啊 然后就一加一加一加分分分 然后一月在八月十五的时候就一起这个抗议 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啦 不过当时的生活我们不了解他们这样做的话 有他们的苦衷啦 所以中秋节应该就是这样来的 对啦 在看你们开玩笑啦 目中无人 啊 对吗 你们猜到了吗 是不是抓破了头皮啊 哈哈 我也是这样啊 我告诉你这个答案是 弹劲 凉 绝 登登 猜到了没有 猜不到吧 我就把答案告诉你哦 鸡 飞 弹 打 观众朋友你们猜对了吗 一个哭 一个笑 一个差 一个得 答案就是 哭笑 不得 你们猜对了吗 我抽到了这个 哭或是没吐他一个人 所以我应该给这 马 马 呼呼 猜到了吗 杯水车 钱当然不是 是杯水车信 猜到了吗 五百万美金哦 嗯 这个就是 床前明夜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夜 低头思故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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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